她显然拍不出不朽的作品 她根本不能理解画面感的语言如何呈现 一个孕妇最美的恰恰是她的那种气质 她的那种神态 她看着肚子的微笑 她居然要她穿上高跟鞋 一个孕妇挺着一个大肚子 然后再穿双高跟鞋 美吗 所以你很显然她在理解摄影 理解画面的时候 都是非常粗钱的比例 所谓的好的光线 好的画面 而你自己分明没有构建画面的能力 你怎么可能拍出好的作品 这个场上最悲哀的一点莫过于 当妻子非常悲伤地在哭泣的时候 丈夫无所谓 甚至还闹出了一句 我不理解 你哭什么呀 天天哭天天哭 烦死人了 这是你的前台词 你难道没有一点愧疚感 从根本性的条件上来说 她根本不配做父亲 也不配做一个丈人 她能不能成长 她能不能悔悟 能不能自省 那是她自己的事 但是孩子已经等不及了 你现在唯有收集眼泪 坚强地做一个母亲 来代劳她不能做的那一天 简单地来说 就是又当妈又当爹 坚强起来把孩子带好 这是最重要的 否则的话 你整天的以泪洗面 你不光是哭掉了自己的自尊 让自己的生活更加苟且 同时让孩子会变得更加的不快乐 你现在逼到这个份上了 你只有这样 至于她 只有让她自己好自为之 我们谁都不是她的父母 我们也不跟她在一起生活 今天该说的也都说了 就看她自己是否能够醒悟了 你所要做的 就是坚强性 嗯 嗯